哈囉大家好,我是Perset Sajan 今天呢,我邀請到了日本女孩 可愛的Sanai-san 那今天呢,我們想要來談談的是 我們一開始來到台灣 就是感到驚訝的事情 台灣跟日本不同的文化 對,嚇到的事情 這樣子 那我們先就請Sanai-san 來分享看看有沒有什麼 讓你很驚訝的事情呢 我來到台灣最驚訝的是 當然很多 真的 真的,而且都好肥耶 很大耶 我覺得都比日本的大 為什麼 台灣的食物太好吃了 因為我家是住一樓 然後就真的,夏天就特別多 真的很苦惱,怎麼辦 那你自己殺嗎 我不敢耶,我叫媽媽 對,叫媽媽 對 我不敢自殺 對 因為我是很怕蟲的人 我是連那種 我連蚊子我都不會打耶 真的 而且我好像 就是我可能我的血不好喝 他好像也不太會來吸我的血 所以我就給他放任在那邊飛的那種 以前在日本的那個幼稚園的時候啊 日本有很多的蛋糕蟲 我小時候是很愛玩蛋糕蟲跟 肩膜蟲的人 肩膜蟲怎麼玩 肩膜蟲是那個 就是下雨之後 它就會跑出來對不對 我小時候是很愛玩蟲的人耶 但是長到之後會覺得我超怕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也是 我也很喜歡那個 炎厭的 對,就小時候覺得很好玩 不知道是不是玩太多 我就怕了 對 關於這個展覽呢 我也有一點就是 讓我很驚訝的 這個 很讓我驚訝的 台灣文化就是 我住台灣一陣子之後發現 白天的時候啊 好像會有人就是 穿著 好像白色衣服 然後拿著很大的 那個噴氣桶嗎 然後就一直 噴灑東西 就是一邊走路 我想說 欸是什麼東西 結果那個人一走過去啊 一堆這樣就是 哇~~ 跑出來 對 真的 我看到就很驚恐 天哪 就是 四面八方 就是 蟑螂跑出來 然後就會放過來 死掉這樣子 他好像在驅蟲嗎 就是灑那個藥是不是 就 真的 我看到是很驚訝 對 北海盜的人 以為蟑螂是 傳說中的 生物 欸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在北海盜很少看到這樣 欸~~ 好嗎 這個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體驗的 就是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沒有媽媽可以求救的時候 就是我在看電視 結果 就是有一個東西從天上就是 噗~~ 的那個聲音 欸奇怪什麼東西 結果就是一直會飛的蟑螂 然後 然後 重點是 我就一直尖叫就 然後 他就一直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一見他一直往上爬欸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只好就是 用我的另一隻手 把它 然後 我真的就是很害怕 我就趕快 跑出去家裡面了 然後後來我媽媽回來 就是幫我把它 除掉了之後 我就在家裡的那個廁所啊 洗了20分鐘的手 真的我 我那個真的 真的太印象深刻了 對 真的真的 還有我來台灣 感到驚訝的事情是 台灣人 很習慣就是很直接的說話 就是都比日本人來的直接 其實我覺得這是好事 只是一開始來的時候 不習慣 台灣人會覺得說 欸 我又不是在罵你 或者是 我又不是在說你不好 我說這樣的話 你怎麼會 覺得 受到傷害呢 的那一種程度喔 真的就是 很多 的 惡惡的那種傷害 對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問一下三奶三 就是 假設啊 就是你今天 買了什麼新的東西喔 就別人跟你講說 欸 你的品味怎麼越來越奇特 這樣子的話語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受傷 會耶 對 我也會覺得耶 我也會覺得受傷 我有聽過別人對 就是我的朋友啦 然後 我是聽到別人這樣子對他說 我會替他感到受傷 是有以前的室友跟我說 我有一天穿一件 比較華麗的衣服 然後看到那個 他跟我說 那個不好看耶 好直接喔 怕跟你不適合 然後你比較適合 然後你比較適合 那個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我以前在日本的 教育 他教大家是說 要有這個 那個 思いやり 就是 為別人著想的心 然後就說 不可以嘲笑別人的身體 就是還蠻強調的 所以 那時候我聽到就是 台灣人都會說 阿胖子 或者是 你好醜之類的 之後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 自己在這邊 心裡很驚訝 但是 對 有 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那個 同事公務的時候 你的屁股好大 對啊 好驚訝 有些公務的時候 這是男生 他跟你說嗎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這個在日本 你有可能被抓 不可以這樣子說 真的 這個是誰叫他 性騷擾 真的 日本的性騷擾的標準 也比台灣嚴格很多 這個可能 有一點點模糊地帶 但是 如果問你說 你有沒有男朋友 你有沒有結婚 這種話在日本呢 如果人家要告你 也是有可能的喔 是 也可以成為是性騷擾的 內容 你剪頭髮了嗎 也是 啊 這個也不行嗎 不行 好嚴格 剪頭髮也不行 是因為很多人 失戀會剪頭髮的關係嗎 可能 所以就是代表說 你是不是失戀了 這種感覺 因為跟感情有關係 所以是嗎 聽說是 失戀的問題 怎麼說 你今天畫上 有一點淡 這個跟你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感覺 所以 聽起來 有點澀澀的感覺 就是 好像 平常就在很觀察你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很關注你 就是 你的每一個細節 都看得很清楚 那種感覺 對 有些人覺得不舒服 那當然可以理解 好 這個可能 日本真的標準 有點嚴格 對對對 好 那我再問一下 還有什麼嗎 還有 有些台灣人 比日本人知道 日本 真的 這個 我真的要 給大家大大的拍手 我覺得很厲害 我現在有在教日文嘛 然後 我有很多學生啊 都會問我 就是 什麼 很老的 可能連我都還沒出生 那種 嚴格 然後 會告訴我啊 或者是 很多歷史啊 都比日本人還要來的了解 日本 所以真的很厲害 對對對 尤其是 我遇到的是 卡通的 然後 如果我不知道的話 日本人 真的日本人 為什麼不知道 對 台灣人只要 日本人 不知道日本的什麼 就會說你是日本人嗎 對 對 我一開始來台灣住的時候啊 感到很驚訝的是 就是 垃圾啊 不是都要在 固定的時間到嗎 因為日本可能是 你隨意到嘛 然後 台灣的話你可能要配合那個時間 所以 一開始覺得 欸 好特別喔 後來更驚訝的是 怎麼是放那個 那個 給艾莉絲那首歌 然後說 為什麼是放那個 古典音樂 那個很好 對 就是真的很好認 只是 嗯 有點太大聲了 對 講到大聲 還有一個 嗯 也是我覺得是有趣的文化 就是 像台灣一些 神明的 生日的時候 會有一些 車子對不對 然後會有 很熱鬧的音樂 算表演嗎 對 然後我覺得 很特別 就是感覺很台灣 這樣子 我覺得很有趣 我也喜歡看那個 對 對啊 對啊 就是 對 住台灣住久了好像就會看到很多有趣的地方 嗯 對 那 還有 還有 台灣的路 不是很平的 啊 有很多階段 對 真的 確實好像 對 對 我 不習慣走路的時候 我在台灣不習慣走路的時候 很容易跌倒 啊 有跌倒過 好痛 嗯 對耶 不過這個倒是 也有很多台灣人 就是問我說 為什麼 日本的路都那麼平啊 這樣子 會反過來問我耶 對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 對啊為什麼 對 我也不曉得耶 嗯 為什麼呢 你們家門口 在蓋 某遊路 那 日本人就會覺得 我為了大家 我會忍下來 嗯嗯嗯嗯 我可以從別的地方走 嗯嗯嗯嗯 我不死了 台灣人就是 你不好我馬上就要用 嗯嗯嗯嗯 你會看到他 他在很不質疑的時候 救人 開過去了 啊 了解一下 還沒凝固救人 才下去 對 那根本就被關掉啊 嗯 那可能是他就是 做好了之後 也沒有 做那個擋的東西 在那邊說 不能禁止進路之類的 不行 台灣人會抗議 喔真的嗎 喔真的會抗議嗎 嗯 喔真的喔真的 喔有解了解 喔原來如此 欸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謝謝攝影大哥 謝謝 今天謝謝Sanai-san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啊 そうだ 掰掰 那我跟Sanai-san 也有一起做拍影片 然後也可以看他的頻道喔 好 掰掰 掰掰 跟RaeNman 跟RaeNman 有趣的 有一個 在 沈